第一章节,设备部件的安装,设备从木箱取出后,准备安装设备部件,安装前请参照说明书X5600设备的安装部分 从安全门把手上,取下六角扳手将后门打开 后门打开之后,各配件都在机器内部 工具箱 键盘鼠标 光管 显示器 光管保护罩 电源线和资料 把扎带剪断,拆下光管固定板 打开包装检查配件 取出工具和螺丝 把光管和底板固定,注意清拿清放 取出螺丝固定光管保护罩 取出螺丝固定光管保护罩 将光管保护罩 将光管保护罩到机台上,对好标记锁紧 接好对线,插好个插头 关好后门,并用螺丝锁紧 关好后门,并用螺丝锁紧 把显示器转闭打开 把显示器转闭打开 把显示器固定在支架上 插好电源线和视频线 把键盘鼠标放在支架上 连接好总电源线 把三色灯打起锁紧 确认供电电压 第二章,辐射检测 每台设备在出厂前 均严格执行了辐射测量 测量值均在0.3VC幅以内 保证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厅要求 辐射安全许可证和豁免认证 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国家环保部豁免工事 第三章节,开机 开机前请参照说明书 X5600设备的试运形部分 打开总电源 打开钥匙开关 启动电脑 打开软件 第四章节,设备预热 在预热前请参照说明书 预热部分 点击X光按钮 按钮由绿色变红色 当电压KV升至90 电流由A升至89 X按钮由红色变成绿色 热机完成 设备待机超过设定时间 操作界面将会锁定 输入密码才能操作 点击开门键 打开防护窗放入检测物品 第五章节 运动控制 请参照说明书 X5600设备的试运形部分 按键盘上W键 在5平台向前运动 按键盘上X键 在5平台向后运动 按键盘上A键 在5平台向左运动 按键盘上F键 在5平台向右运动 按键盘上Q键 在5平台向下运动 按键盘上E键 在5平台向上运动 按PageUp键 在5平台向前倾斜 按PageDown键 在5平台向后倾斜 点击原点按钮 各周回0位 按Comb键可以切换速度 第六章节 开门取放料 接按钮功能介绍 请参照 说明书 主功能按钮操作区部分 点击开门键 打开防护窗 放入检测物品 点击开门按钮 把防护窗打开 InterRock键闪烁 表示防护窗已打开 InterRock键停止闪烁 或且为绿色表示防护窗已关闭 点击X按钮 再点击开门键 界面弹窗 点击确定打开防护窗 取出产品 功能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防护窗 第七章节 导航演示 请参照说明书 导航栏部分 点击导航键 设备各运动模组机构 依次回原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防护窗 点击X按钮开光 点击界面产品图像上要检查的部位 运动轴将自动移到点击的位置上 第八章节 图像质量调整 通过调整电压和电流 可以改变图 像穿透力和亮度 通过调整窗宽窗位 也可以改变图像的清晰度 通过调整平板 关管上下位置 也可以改变图像大小 通过调整过滤竖直 也可以改变图像的噪点 还可以调用预设里的参数 达到快速调整图像效果的作用 就是把调整好图像的参数 添加到预设栏当中去 方便以后备用 第九章节 测量工具的演示 关门打开X光后 点击图像镜止键 再点击工具栏上的测量按钮 根据被测点的形状 而选择不同的测量工具 在几组游中导致的预设设设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调节光管 平板的位置和调节窗宽窗位使图像清晰 图像清晰后 点击图像静止按钮 再点击Blob 换选被测产品位置 调节像素和对比度参数 使气泡更清晰 移动矿选部位需用鼠标点中矿内红点 按住拖动 看完后拖回原位 检测完后点击测量项 进入Show Report Setting Page界面 用户根据产品需求选择相应的检测项 检测结果在界面左下角有检测结果 点击实时图像按钮 通过调节光管 平板的位置和调节窗宽窗位使图像清晰后 点击静止图像按钮 点击Bob键框 选被检测产品部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同时框 选都选几个部位 框选后点击测量项 用户根据产品需求 选择相应的检测项 每处的检测结果在界面左下角有显示 点击BGA按钮 对多个焊盘同时检测 第十一章节 图像保存的演示 以下有四种保存方式 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保存图像 保存图像及标志 保存屏幕 保存图像及标志 带导航 第十二章节CNC编程的演示 CNC保存位置的演示 导航完成后打开X光 将产品的第一位置的图像调节清晰 并补获图像 点击左下角图像选择阵列 输入文件名 点击第二行第二列 要检测的部位并调节好 之后输入行具列具参数 在界面上点击启动 CNC按钮 本设备将自动进行检测 进行检测 好的检测图像 第十三章节 平板探测器按场和明场的校准 请参照说明书 平板探测器校准指引部分 按场的校准 明场的校准 第十四章节 放大倍率校正 把校准片放到物料盘上 通过调节光管 平板的位置和调节窗宽窗 为使图像清晰 点击图像静止按钮 选择测量工具 对校准片上一毫米孔进行测量 点击设置按钮 选择放大倍率校准 点击校准 输入校准片孔进一毫米 界面上孔的尺寸 变为十几尺寸一毫米 第十五章节 关机 关闭软件 关闭电脑 关闭钥匙开关 关闭总电源 第十六章节 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请参照说明书 维护和保养部分 谢谢观看